6月3号早晨 我们来到了美丽的西子湖畔 上有天堂 下有苏航 杭州因美丽的西湖而著称于世 湖中的小盈州湖新亭 就像三颗绿色的宝石 镶嵌在这碧玉式的湖面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一红默默寒情 盈盈基地 明镜如镜的丽水 就寒藏在这连绵起伏 曲折多姿 或远或近 若隐若现的曾鸾 蝶蝶蝶中 苏滴白滴 则像两条飘逸在镜面的绸带 水硬山戎 山戎一天秀美 水称山泰更显柔情 这山与水的美妙和谐的结合 使人们仿佛身在图画之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宋时内侍官冲生所见 因地进花山而名以花港 港内续养五色鱼以公观赏 建成游人光顾之地 清玄夜皇帝驾临西湖 提书《花港关于》 后乾隆下江南游西湖 又提诗一首 花家山下流花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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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fs 李宗盛 不知今夥是何时的云烟 也不知今夕是何息的水莲 只愿能化作 唐颂诗篇长连在你身边 不知今宵是何时的云烟 也不知今夕是何时的水连 心愿能换作唐颂诗篇长连在你身边 早清清水蓝阳 后带云深处是故乡 故乡才将难 不知今宵是何时的云烟 也不知今夕是何时的水连 心愿能换作唐颂诗篇长连在你身边 只愿能换作唐颂诗篇 常连在你身边 心愿能换作唐颂诗篇长连在你身边 心愿能换作唐颂诗篇长连在你身边 心愿能换作唐颂诗篇长连在你身边